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子成 方孝儒虽然忠烈 却与辅保守 不通变故 污国污名 一 萧藩的失道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册封子孙为藩王 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置了九边重镇 由皇子统军抵御蒙古的反攻 边塞藩王手握重兵 拥有护卫 截至沿线军队 如年长的晋王朱刚 燕王驻帝各拥兵十万 截至北方重疆 宁王朱全统帅明朝最精锐的骑兵 藩王是抵御边塞的主要力量 也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的核心力量 明王朝中央政府方面 皇太子朱彪早逝 朱元璋立朱允文为皇太孙 朱元璋晚年通过胡维雍兰预案 将开国功臣一扫而进 开国功勋集团一扫而空 明太祖去世后 朱允文即位 侍卫建文帝 建文帝重用皇子成 齐太 方孝儒等明如 是肖藩为头等大事 齐太为兵部尚书 对政治 军事略有了解 皇子成 方孝儒是一介书生 将读书与治国混为一谈 耗空谈 缺乏执政经验 建文帝诗国由此而来 朝廷重臣在肖藩事宜达成共识后 面临削弱哪位藩王 如何削弱的错问题 第一 肖强藩还是削弱藩 强藩是指长城沿线掌握重兵的藩王 如掌握重兵的燕王 宁王 金王已经去世 燕王年龄居长 功勋最大 宁王兵马精锐 但是他的实际年龄比建文帝还小一岁 若藩则是内陆各藩王 管辖兵力较少 第二 如何削藩 是维持物质待遇 剥夺兵权 还是肺为数人 严格管制 其一 在削藩次序上 齐太认为应该先费燕王 燕王实力最强 威胁最大 应当首先削弱燕王 黄紫诚认为应该从有过世的亲王入手 建文帝支持黄紫诚的观点 此举是建文帝犯下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各藩尚未洞察中央削藩意图时 中央可先下手为强 控制燕王即可达到削藩目的 至于其他藩王或削其护卫或内地迁徙 只是时间问题 削弱一般藩王 则是提前暴露目标 为其造反提供准备时间 黄紫诚此举可谓殊胜之鉴 给建文帝以及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燕王朱棣进京朝见时 建文帝并未将其拘押 其二 如何削藩 这关乎藩王的生存环境 历代削藩均已收回兵权 剥夺了参政 统军权力为核心 但是还会给予藩王必要的地位和待遇 使其名依上尊贵但是缺乏实权 建文帝依照黄紫诚的策略 不顾及手足之情 将有不法行为的藩王进行废处 废周 其 代 明寺王为庶人 相亡自焚身亡 诸王尽管有不法行为 还是建文帝的书辈 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嗣 建文帝可消其护卫 改换封帝或迁徙进京 建文帝却将他们贬为庶人 各王吐死湖碑 唯恐自己不得善终 中央与各藩王的矛盾彻底对立 在靖南之役中 各路藩王无一人支援朝廷 可见建文帝在宗室中处境尴尬 古王朱惠在燕王起步后 迅速撤离藩帝宣府 经张家口来到南京 在燕军兵临城下后现金川门 迎朱帝入城 在消贩意图过程中 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素 是燕王朱帝的同母帝 年龄在宗亲中位列第二 建文帝将其废处 令燕王及朱王即为镇金 虽有反义 建文帝元年五月 是朱元璋的忌日 各藩必须进京 朱帝认为此行凶险 派三个儿子祭拜 已是无谋反之心 其他与魏祖会认为 应该扣留燕王三子 作为人质控制燕王 而黄子诚认为 应当释放三子 麻痹燕王 表明朝廷并无效藩之意 黄子诚的建议 实属书生之意 已经废除四王 逼死一王 周王之费已经惊动燕王 如何去麻痹 但是建文帝最终采取了 黄子诚的建议 放燕王三子回封国 失去了制衡燕王最后的机遇 同年七月 燕王起兵 一件轻松解决的小事 演变成了动摇国本的军事叛乱 黄子诚律出昏招 可谓罪无可赦 二 战略的失误 燕王起兵后 以一番之力对抗朝廷的中央军 建文帝屡次听信 黄子诚方笑如的错误建议 葬送大好局面 燕王起兵后迅速控制了北平地区 随后占据宝定 控制区域不过京北京 宝定等地区 朝廷派老将耿炳文率军讨伐 燕王久经沙场 掌握得皆为精锐 在正面战场大败耿炳文 耿炳文善于坚守 死守真定金是家庄市正定区 燕兵于是撤军 此时战略局面对建文帝极为有力 他可以从全国范围的内调集兵力 两草围剿燕王 燕王兵马虽然精锐 但是资源毕竟有限 倘若坚持消耗战 难以维持长久 此时建文帝再度犯下错误 他听信黄子诚方笑如的建议 令李锦龙接替耿炳文成为主帅 李锦龙是开国功臣李文中的儿子 是典型的顽固子弟军事能力 远不及束手边赛的燕王 六十万大军毫无招架能力 明朝精锐力量荡然无存 满朝文武大臣建议处斩李锦龙 但是建文帝只是将其召回 在燕王兵临南京城下之际 李锦龙与古王开城门投降可谓讽刺 此后燕兵节节胜利兵临城下 方笑如却建议建文帝死守设计 此时的燕军孤军深入其所控制的区域 不过河北一带 兵马是燕军和宁王朱全所部 绝大多数地区归朝廷控制 倘若建文帝撤离国都 照令天下讨伐燕帆 那不会将江山拱手让出 最终建文帝自焚于皇宫 一说出家逃离 明朝皇位善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 燕王朱帝雄才大略 执政能力远强于朱允文 靖南之一的成功对历史进程的积极作用更大 就事件本身而言 建文帝用人不当 计划宗是矛盾 原本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引发了全国性的战争 给刚刚恢复的明朝经济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王子成 方笑如等文官书生意气 在国家政务方面一塌糊涂 一错再错 可谓误国误民 因此我们在观察历史时 要站在当时社会的角度 探究其对社会进程所做出的贡献 后世对方笑如 黄子成等人不乏褒奖之意 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葬送了建文帝的政权 为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可为最大恶极 看看网友怎么说 一 建文帝是好人却不是好皇帝 朱棣则相反 本来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却连出昏招 哪怕少犯一个错误 都有可能将局势逆转 不说别的 要是没有那道不许伤害朱棣的命令 朱棣早就死了不知多少次了 二 宋国鲁国本来是大国 用儒家后越来越弱 很快就灭亡 战国七雄都没有一席之地 曾经学儒家的兵胜无起都弃儒 汉武大帝大兴儒家后 也拜世见陋 最后从封宫伟纪到向天下忏悔 大兴儒家的王莽 一旦面对动乱也是很快完蛋 三 太急了 合理方法是将藩王领地 分拆给藩王的子孙 分给子孙后 如无后代继承 皇帝收回 三十年妥妥的收回大多数藩王领地 朱允文和谋臣们 对政治和人性的理解都欠缺 四 朱元璋给孙子还是留下一些武将的 如武丁后郭英 尝心后耿秉文 无论谁当皇帝都是老朱家的家世 朱棣是徐达的女婿 徐达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所以这些人不会真正出力 而平安 承拥这些武将也确实让朱棣吃了不少苦头 剑文帝想消翻 实际还是不成熟 如果他不急于求成 朱棣也就没有借口起兵 五 清代人编撰的明通剑认为 剑文帝失败于自己的一道诏书 北平 南京 济南北双方的战争已经开打 剑文帝居然发一道诏书 说朱将不要使自己背上杀叔父的名声 也据清代人编明史记载 燕王起码有四至五次面临绝境 都是南军将士将其放生 剑文帝生长于夫人手中 是小的都是四叔五经一类 自己能够使用的 也只些腐乳 不失败才怪 六 所有藩王必须将士子派往南京为治 藩王去世 士子异地封王 不定时对调 等燕王老一辈 亲王挂了再消翻 保留一定宗士藩王的军权 以被其他势力夺取皇权 所有藩王非奉天子清照 带兵进金三十里者 天下藩王可供诛之